美国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中国709大抓捕事件当中中国公民和维权律师的妻子。 我是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林。 我是谢燕毅律师的妻子,袁珊珊。 我是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 非常感谢国际社会和美国朋友对中国法治和清流事件一直的关注。 709大抓捕过程中不但抓捕违法,并且对每一个律师、公民的家庭及工作场所进行非法收查,并且他们秘密坚持居住。 在这个家属聘请律师,但是律师呢又不能够会见,剥夺律师的会见权、通信权。 在这个六个月抓捕结束之后,这个每个家属都收到了这个逮捕通知书。 逮捕通知书,但是我们的亲人依然被剥夺律师的会见权和通信权。 大家好,我是中国河南李润律师所属的律师,现在是李和平律师的辩护。 今天上午,我和李和平的妻子,王教练,还有王文章的妻子李和平去, 李和平的警察给党部说是,我已经被解除了律师资格,代理律师资格,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分子的通信,也没有见到李和平律师的面和李和平律师出具的任何解除我和蔡英律师的辩护权的通信。 再一个是,709事件以后,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到天津两趟, 每一次都是被警方用各种的理由挡在了教育的外面, 见不到里面的人。究竟和平律师他们遭出了什么样的待遇, 我们至今不能够知道。 公安机关说,我们的亲人在里面已经有律师,所以家属聘请的律师被解聘了, 但是我们家属聘请的律师呢,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亲人确认一下委托关系, 但是也被非法剥夺。 首先,这个案件在7月9号对网宇进行抓捕, 李和平律师是10号中午被抓走的, 对这一批律师和人权人士进行的抓捕, 完全是在违法的状态下进行的, 不告诉家属是谁,也不告诉家属人或被关押的地点涉嫌的罪名, 不告诉律师,辩护律师,说他们涉嫌的什么罪名, 不让律师会见通信,到今年春节以后, 甚至于直接把律师解除了,说是李和平自己的意思, 但是没有见到李和平本人,也没有见到和平律师写的信,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解除是坚决的不认可的。 再一个是对和平律师这些被抓捕的律师和人权人士家属进行残酷的, 不让子女上学,不让子女出国, 连和平律师5岁的女儿出国都说是危害了国家安全。 再一个是辩护律师,以及被抓捕的其他网语律师的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家属辞女出国也受到骗子。 在官方把人违法地抓走了之后, 对我们家属还提出了一些要求, 给我们规定的四不准,不准我们聘请律师,不准我们家属之间相互联系, 不让我们接受外媒的采访,不让我们在网络上发声。 对于官方这些违法的无理的要求,我们家属并没有妥协。 这十个月,我们家属和律师一直在依照法律的程序不断的抗争,坚持发声。 所以说,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对中国自己制定的法律的严重的破坏。 所以,我们认为,有理由认为, 709大抓捕事件是一个反人权,反法治,反人类的活动。 再加上,过去这个国家一直在宣传的反对美帝国主义, 反对西方势力,反对普世价值,不讲普世价值。 所以说,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中国这个文化、道德、法治进程, 形成了一个很坏的逆流。 在2016年3月10号之后,由于一封十二国给联合国的人权状况的一份声明, 给709事件带来的转机。 这份在联合国的十二个国家的声明, 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 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中国709事件开始有了改变。 首先,检查机关开始接受我们的控告信。 在这之前,我们的控告信几十封都被检查机关拒绝。 第二个方面,是具体的办案的警方,他们私下里游说我们每一个家属, 要求我们家属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 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中国的秘密警察在这几个月里, 在这两个月来,不断地找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 找我们的同学朋友,找我们的父母长辈, 找我们亲人的兄弟姐妹,包括找我们这些做妻子的, 试图从我们这里拿到视频,这个视频是我们劝说我们被关押的亲人认罪的视频。 当然,很高兴的是我们家属们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被我们拒绝了。 我们要求官方无条件放人。 在整个709事件当中,国际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关注, 给这个事件推动它往一个良性的方面发展。 我们感谢大家,我们恳切地盼望美国朋友, 在接下来的日子持续不断地发生, 持续不妥协地抗议,联合其他民主国家一起抗议中国官方。 我们也盼望美国能够在G20这个会议当中, 运用这个会议给709事件带来撤离的转机。 中国官方非常看重G20会议当中, 中国官方跟各国各个民主国家首脑私下会晤的这样一个会议安排。 我们盼望看到美国朋友在中国官方提出私下会晤的要求的时候, 向中国官方提出放人的要求, 要求中国官方无条件地释放709被抓捕的中国的维权公民和律师。 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说话的话, 子孙后代会看不清我们, 会对我们在这时候的表现感到羞愧。 因此我们必须站出来说不。 同时也希望国外的朋友们通过人权组织、 司法、法律以及民间的各种交往过程当中, 把对709这个反法制、反人权、反人类的活动进行关照、关注, 并增取能够制止它的继续恶性发展。 谢谢大家。 我们作为家属非常欣赏美国国歌当中的一句, 就是自由之邦勇者的故乡。 我们盼望自由之邦勇者故乡的美国朋友 在709事件当中给所有被抓捕的中国公民和维权律师提供帮助。 谢谢你们。 谢谢。 好久我们セット therapist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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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